嘿嘿嘿嘿嘿 火到此刻的 哦嗨嘿嘿 地摸拉道里 一段的 诺摆一摸 嘿嘿嘿 嘿 嘿嘿 這是第一段而已 我好累 然後我記得那個時候 男生女生跳哦 後面就開始罵 你就聽到波及 為什麼就從圓圓的地方 一直罵 誰女生不可以跳一場勇士舞 就一直罵一直罵 一直罵 亂來 女生不可以一樣會詛咒 他就全部罵了 我就想說太好了有人來罵我了 我好開心那個當下 因為我覺得我們要做壞事啊 我只是覺得 反正我是小孩嘛 我覺得小孩有一個很好的事情 就是我永遠都可以撒嬌 所以那時候他來罵我 那個老人家來罵我的時候 我就問母母說 母母 對不起啦 可是 我想問你喔 我們部落現在只剩下兩個老人家會唱了 啊 怎麼辦 我就問他 他說 呀對捏哦 他就跟我這樣講 他說 對捏 我說是啊 所以我很想學 我為什麼會想學 就是希望 這樣子的聲音不要消失 可能不會唱得很好 可是我覺得那個聲音要被留下來 然後不管男生女生他都應該要學習 我們只是想練習 我們只是想要傳承而已 所以那個時候就 咦 他就同意咧 他就點頭咧 而且那一次的部落收穫記 那個老人家竟然罵我的那個老人家竟然喔 一心 就是 你們部落收穫記 說你們表演 呀我就說 你不怕被罵嗎 我還問他 我說 我問你不怕被罵嗎 你不怕說 人家會罵你說 女生不可以跳勇士舞 因為我們是男生女生都跳 他就說 不會啦不會啦 我等一下會跟他們講 我會跟他們說 這樣 結果他們在開會的時候就這樣 說 當然很多部落的老人家非常的不可以同意 但是他就 他也是跟我那樣的講法 他就跟老人家說 啊那你們唱啊 這樣 然後他們就說 呀對齁 就這樣 然後說那一年 2010年的收穫記 你知道三帝村這個部落有多久 沒有聽到年輕人唱自己的歌嗎 因為都是放CD 要不然就是什麼 唱流行歌曲 以前老人家在唱歌唱 巴如大巴比壽老人家 那個在前面領唱 那個年輕人怎麼會一直跟那個腳 那個誰不會 也不嘴巴打開 然後你知道那一年 我們就第一次唱 你知道嗎 在部落的裡面 那時候 那個部落就說 他就講了一堆 他就跟大家講說 勇士舞 只有男生可以跳 但是今天怡心他們為什麼要跳呢 是因為他們要傳承 你看他罵我的呢 結果他現在在幫我講 他說因為他們要傳承 然後他們希望 他們不是在記憶 他們只是表演 他說他們只是表演 讓他們學習的成果 讓大家可以看見 就這樣 結果那一次我們 第一次跳完這個舞段 這是舞段 剛剛我唱的只是一段 而且這個是有動作的 他不是這樣唱喔 所以我剛剛有那個 有跳起來的時候可能是 是有動作的 而不是說 讚 不一樣喔 那是用生命 生命氣節去上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 開始跳 然後整個跳完的時候 你知道台下的人 並沒有很多的掌聲 我以為 我以為 會很多人給我們掌聲 然後覺得說 你太厲害了 結果你知道嗎 稀稀疏疏沒有掌聲 我也其實當下 我早就知道 我也很開心 然後那個聲音是什麼 大家說 女生不可以跳永世舞 這樣 我波羅的男生 你們女生不可以跳舞 然後我就跟我先生 講說 你唱嗎 你們唱 你們唱給我聽啊 他們那一群年輕 就是我今天大概四十幾歲 或者是很多人 我說 他們就說 你們真的唱得很好 很厲害 可是我覺得你們 你們女生跳永世舞 不是喔 我說那是因為我波羅沒有男人 然後他們就還生氣喔 他們那一群人就說 什麼 怎麼可以這樣講 覺得他們就在練永世舞呢 沒有多久 波羅開始有很多人 開始在練永世舞 然後那個當下 其實 我就說我的目的 終於達成了 達成 因為 因為 我不曉得 開始 開始就有年輕人在跳 然後開始就 呃 就是可能 我們波羅其實很複雜 因為我們是一個宜居地 所以我們有很多很多的同目 所以比較麻煩 然後所以大家就開始 開始在練習 你知道第一次那時候 我剛給你們看那個 十百步的照片 就是那時候那一群年輕人 他們從來 警察的是警察 軍人是軍人 驕傲得要命 我們幹嘛要練永世舞 從那一刻開始 他們就練耶 然後我還急著 我就說 哇你們好認真喔 他們現在就在十百步前面 開始 他們唱起來好好聽 我覺得他們就是男人 我說你們台會唱 你們真的很會 你們這些警察 你們這些技術出 你們這些警察 你們這些軍人 然後我說 一群人真的很厲害嗎 我就說 還好 我說因為你們沒有真的 上山 他說真的要這樣嗎 我說對 然後 反正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在跟他們 對話當中 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是很直接的 不用虛偽的 然後就跟他們講說 遇到的狀態 結果你再開始那個 從那一年開始 反正部落 開始興盛練 勇士舞 然後再過沒幾年 大概兩年吧 三地門上 就辦了勇士舞比賽 真的 那時候 其實我很討厭比賽 我覺得原住民的樂舞 是不可以比賽的 因為 每一個部落的 文化不一樣 而比賽它就會有一種規範 而那個規範 不是適合每一個部落的人 也不一定適合每一個呈現的 因為比賽就是十分鐘 你怎麼樣在十分鐘裡面 可以把一個舞表達得非常清楚 那是不太可能的 可是呢 用另外 那時候我其實有點反對 可是另外 用另外一個想法在想 你知道嗎 既然三地門上 辦勇士舞喔 雖然一開始 我們鄉 我們鄉那麼多村落的人 你想 一開始可能沒有很多人參加 第二年就變多 而且喔 開始有人說 我覺得安坡跳得還好 這樣 那年輕人就說 我覺得口色跳得還好 口色村啊 然後三地門上的年輕人說 我覺得安坡還好 我覺得比較厲害 其實你知道嗎 這個過程我超喜歡的 我超愛的 因為我看到一種就是 大家開始有那個群聚的力量 然後那一種效果 開始大家就會覺得說 欸我們一定要好好練啊 我們部落的勇士 就是 你知道他們可以為了 因為大家現在不像以前的生活模式 大家都在不同的 可能唸大學啊 或甚至在不同地方工作 開始大家會為了 我們部落要參加勇士舞 我們一定要回家 我們要贏 這樣 不管他的目的是什麼 可是那個群聚的力量 開始存在 而那個群聚的力量 存在的時候呢 就變得非常可怕 而那個時候呢 我們做這樣子創新的東西 然後在部落掀起這麼大的風波之後呢 我們就做了這個製作 給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剛剛我跟你們唱這個歌 那時候我們就做了一個叫勇士 給大家看一下下 給大家看一下下 先給你們看 先給你們看那個 他們在練習的老人家跳 給你們看 這是傳統的勇士 這我知道 這我知道 而且這 因為這不能看太長 那這一個 剛剛我給大家看 這是比較接近傳統的模式 然後有一次我跟老人家講說 你們以前跳勇士舞都那麼弱 他就罵我呢 他說 你怎麼那樣講 我就說 以前為什麼要跳 我太多疑問了 我常常都太多疑問 就說 你們這樣子怎麼驅趕那些 另外一個部落的 他就說 沒有 是因我們表演 原來老人家也會那樣講 因為我們表演 你看 幫我打開燈 我們 我們那時候記錄的時候 我說 你們怎麼 我說 出生我不是要出生 然後要有 就是大家有試氣的感覺 然後他就說 沒有啦 一定是因為我們要表演 所以我們要表演的時候 要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啊你們這樣子 別春了不就打過來了 他就說 呀 你真的講的沒有錯呢 我說 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有去做甜調 其實你知道嗎 以前的勇士舞啊 我記得我 我聽一個老人家講說 勇士舞是要為了達成 這個團隊的士氣 你要讓大家非常有士氣的時候 你不可能像剛剛那樣子 那樣子 他說其實那個聲音 你會聽不出來 他的每一個 都是吼叫聲 就是我剛唱給你們聽的那樣 然後有一次我練會的時候 我就說 你看我跳 然後我們又一群 就是我們的表演者 就跳一次給他看 他說 呀 怎麼那麼厲害 對就是那樣 以前我們年輕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跳 我就說 所以你知道老人家 你們在甜甜要很小心喔 因為老人家很容易就是 結果你看我跟你講 那麼多東西 如果你沒有問 他就會 你就會覺得 勇士舞就是這樣 他說 你真的是因為我老了 我都幾歲 我的膝蓋很痛 當然我只能這樣了啦 我說 啊 我說你之前教授 你沒有講清楚呢 他說 好啦好啦對不起 其實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們飛得很高 這樣 然後為什麼我會跟大家分享這件事情 是因為部落的人就會說 一些你們跳的都是創作的 因為我們的腳舉得很高啊 他說你們那個是創作的 你們那個是新的 你們那個跟部落的人 你看那個老人家跳的都不高 我為了要證明不是 所以我就去問 然後所以老人家說 沒有來心 其實是因為我們的 以前我們也是可以這樣子呢 那是因為現在我們老了 腳受傷了 我當然沒有辦法像以前那一樣 我就說對嘛 我說 不過如果你年輕的時候 還像現在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有點 他就說 然後那個老人家就一直笑 他就說 對對對啦 其實不是那樣子 我們以前飛得很高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部落加入 年輕人勇士舞的時候 因為我就被人家 念說一切你交錯了 腳那個太高了 應該要這樣子 這樣 啊 啊 我們有一段是 哈哈 巴魯 我就說 以前的老人家是這樣跳嗎 我一直疑問啊 然後後來人家說 一些你交錯 你那個是創作的 然後後來我就問 然後那個老人家就說 沒有是要腳要抬高 那是因為我們年輕的時候可以 所以你看我馬上證明 我跟他們 後來在部落年輕人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說 跟年輕人們講說 這個工作其實是要留給年輕人做的 因為我們現在的部落狀態就是 其實很大的部落 但是大家都是非常有學歷 所以年輕力就會變得比較薄弱 公務員的公務員 軍人的軍人 老師的老師 要集結真是困難 因為不知道是要聽警察還是老師 可是呢 因為這樣子結合之後 大家變得很不一樣 然後大家開始學習 那從這樣的學習過程當中 我覺得我們的部落 包含我 我們都長大了 然後我們開始追尋找到一個 我們自己想要走出的路 也非常清楚看見我們自己家的樣貌 以前的樣子是不可能 但是至少我們現在很清楚 那我剛剛就是跳到說2010年 因為這個製作 我們做了這個東西 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宣傳片 然後再給你們看別的東西 있죠 我現在為我們BIAP的 有用י道oo 喔 對 那咱們 讓步 大勉 諒 沃 尊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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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OK 大家睡著嗎? 我們的舞者雖然沒有再給他們掌聲 他們會聽得到 剛剛那個製作啊 其實它開始2010年 我剛剛不是說2009年 它是敘述性的表演形式 在這一年呢 我們不是 我們開始問自己 問對方 問部落的人 問非原住民的朋友 怎麼樣可以成為部落 部落也就是你的家 不管你是不是原住民 我覺得你怎麼樣可以成為 你守護家 守護你部落人的勇士 到底是男人可以守護家 還是女人 我們開始問這件事情 所以在這個製作當中 其實這個製作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 剛剛那個只是一個 小小的 算是 這個算是什麼 應該算是只是 宣傳片 然後可以看一下 給你們看到 他們那時候的紀錄片 我們去 我們每天早上五點多 九點 五點六 到七點 他們五點會來 然後我們開始從三地村 然後爬到蒂摩爾部落 然後我們會盡情 然後要學習 然後要學習 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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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第一次的整排 然后整排的时候呢台下有人类学家 然后服装设计部落极老来看我们做整排 我还是不可以看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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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整排,所以我们那时候没有穿服装 大家看到那个骷髅头啊,是雷恩的作品 手上还没有,哦,他手上是拿猫子 大家看那个第一格 他那时候是高三,他现在已经是北一大四的学生 然后第二个人是先念锦状 他自己 对 他在这儿里面上的学生 他在这儿里面上的学生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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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每次宣傳片 我們都會放的東西 都一定要放自己的照片 看起來就覺得 好像這都還有表演者 那個時候 我記得每個表演者 就覺得他們自己好像很厲害 可以看到 原住民的 孩子們 開始有自信 可以看見自己 開始會做一個 怎麼講 我覺得那個 那個想法 就是一直在醞釀 好 然後 這是我們那時候紀錄片 我記得我們做這個製作的時候 每一次我們在做製作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非常確認我們自己做的東西 我那時候會找很多的 可能不落其勞 包含人類學家 然後來做一些評論 也不是評斷 我覺得來說話聊天溝通 然後給我們一些意見 所以每一次整排的時候大家就會 因為我的個性是這樣 我不怕別人說好或不好 我覺得你給我很大的意見 我會思考 可是那個思考最後轉換成 是我自己想要去執行的事情 所以那時候第一次看製作的時候 那個部落的老人家就說 我怎麼看得懂 他竟然說他看得懂 我說我問你看得懂嗎 他說因為這個怎樣 他竟然在講那個 我們剛剛在跳的內容 他沒有受過現代舞的訓練 他幾乎是沒有看過現代舞 然後部落的老人家也從來沒有 沒有機會去看現代舞 而紀錄王在查牌的時候 他看得懂你在跳什麼 其實我非常的驚訝 然後當然這個中間也會有 有一些像人類學家就會質疑啊 他開始有一些想法問編舞家 或者是問舞者 然後或者是做很多的溝通 結果沒想到這樣子的溝通 這樣子的作品之後做好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巡迴三場演出 然後這個作品同時也被提名台新藝術獎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台新藝術獎 台新藝術獎呢 就像金局獎一樣 只是我們藝術人很內斂 不喜歡走紅地毯 我們是我們的東西呢 其實都像台新藝術獎 就像金馬獎一樣 就像金局獎一樣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 對表演藝術來講 會對很多的產業藝術來講 它是非常很重要 非常重要的一個獎項 但是你沒有得獎 你得獎你也不用太開心 你得獎你也不用太開心 沒有得獎你也不用難過 只是說那是一個平台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在2010年 這個製作其實就被提名 所以當時我們被提名 我那時候也沒有想那麼多做製作 我們就被提名 我們就說原來我們可以被提名喔 這樣子 被提名的 我要跟大家被提名的團隊 有雲門 雲門武器 無垢 標 就是很多很知名的標籤團隊 然後下來說 亞地羅古心武器那麼弱 那時候我們才2010年 我想說 我們可以跟他們的名字在一起 我們好像很厲害了 但是還是假的 這樣 我們還是 就是我們 我們其實 我跟巴魯就是我弟弟 我們其實為了製作炒過好多次 其實很多人會問說 我說如果我是他的女朋友 我們早就分手了 還好不是 還有他是我弟弟我還可以押他 因為我是他的打擊 這樣子 真的 常常我們會為了一個製作 因為他 我們兩個都是課班畢業的 可是巴魯他在台北太久了 他常常回部落的時候 我記得我們第一次 要去練勇士舞的時候 我們在石板屋前面 全部的人都已經穿好衣服 脫髮鞋子在那邊開始醞釀 他竟然在幹嘛 你知道嗎 他在後面榮術 他在考慮他要不要脫鞋子 我 我好生氣喔 我就說 欸你是編舞家欸 你應該要脫鞋 你應該要 你要帶領他們 他說你是藝術總監 你帶就好了這樣 他說 一心我 我還是考慮我不要脫鞋子 因為你知道嗎 這個腳對我來講非常重要 我舞者 我說你在想什麼 那時候我就罵 我很生氣 我就跟他罵他 我說你回去好了 後來他就 後來沒多久 我很生氣的離開 我們就開始在跳 很安靜 在巴格達外協會 巴格達外協會 巴格達外協會 家族因為他們有協會 然後呢他就 不知道什麼時候 他就已經進石板屋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 他說那個既然已經幫他帶好頭飾 既然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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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又翻成阿姨嗎 對啦阿姨啦 媽媽以外的女人 阿姨 然後就帶了那個頭飾 然後他就走出來 他就在那邊一直這樣子 一直內斂的 有點小哭的那種感覺 我想說是因為我剛罵他嗎 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們就開始跳 我第一次看到巴格達 就是我弟弟他開始很接近土地 然後其他的舞者們也是很接近 所以其實在這個有事這個製作 每一次做製作 我們其實中間會發生很多很多事情 然後會發生很多很多 讓自己進步的事 我們看到我們自己 可以發展出的優勢 可是那個優勢 我們也不會因此而驕傲 因為那個優勢有一天孩子 會被人家打敗阿 可是為什麼不會被打敗 自己要去想 我覺得是每一次當我們遇到困境 你知道一個製作沒有遇到困境的時候 你失敗了 當每次我們做一個製作沒有困境的時候 我覺得好可怕喔 我就開始去找困境 因為沒有困境 你越順利的製作 絕對不是好作品 他絕對不可能 這是我們一直以來我們非常清楚的 不管是人事物 別人對你的批判或別人對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只要這件事順利完成 不好意思這個作品絕對不好 這是百分百的 因為一件很好的作品可以成就 一定是有非常大的困境才會有一件好作品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困境 當困境來找你的時候 你要說我成功了 真的我常常每次困境來找我的時候 我就說我準備要成功啦 但是會不會成功我也不知道 只是我會覺得說成功 就是那個問題開始出現的時候 我就說沒關係沒關係 我一定可以的 然後我趕快把這件事情解決掉 當每個解決完的時候 我就會很開心 我已經盡了全力以赴 百分之萬的全力以赴 把這件事情做完 那做得好不好 我已經盡力了 就這樣子 那這個作品的一點點影片 給大家可以看一下 欸他們有沒有要休息啊 他們沒有休息嗎 他們沒有休息嗎 上完是12點耶 看完這個 喔看完這個 喔好好好 對看完這個製作 好很好 謝謝今天 很愛你 來看一下 這也是只有一點點 我沒有 因為播他這個一百二十分鐘的製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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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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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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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